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 今天呢我们在尔湾花果山的Groove小区 来看一个KB的新盘 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是Genova KB的户型2号 户型2号呢是3633尺 大概34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 然后是双层4房4.5位加上2楼的loft 这边是可以做中厨的 并且举架呢是10尺的举架 那么洗衣房呢是在2楼的 然后它呢有一个非常温馨的院子 那这边呢是包括2000瓦的太阳能赠送的 并且这一边呢都使用的是节能设施 每年呢可以省下不菲的一个电费 那这边的售价呢是169万美金起 它的平均占地呢是将近5000尺的占地 好了,现在跟我一起参观一下吧 好,现在一起跟我来参观一下户型2号 户型2号呢一进门的门厅是十分的宽敞的 那么这边样板房呢有做玻璃楼梯的设置 增加了房子的现代感 进门右转呢有一个完整的套房 那么现在的新房设计中呢 楼下一间完整的套房 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设施 可以是居家生活非常一个 非常实用的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房间的尺寸呢是非常宽敞的 因为这个户型呢是3600多尺 大概340平米的面积 所以说每个房间都非常的宽敞 因为它只有四房4.5位 那这边呢是一个衣帽间 然后呢这边是浴室 浴室的淋浴墙 墙壁有做升级 贴了水墨山水画的贴砖 那地面呢是采用瓷砖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powder瓶半位 那这一边的举架呢是挑高的 有10尺的举架 正常新房的举架呢一般是9尺 那么二楼呢可能是8尺半左右 这边挑高的举架呢 使人感觉空间更加的开阔一些 没有低举架造成的压抑感 这个设计很有趣啊 上面的台面下面又设置了一个小桌子 这边呢是具车库的入口 要买房的车库呢一般都是锁起来的 来看一下冰箱 黑金冰箱 哇看一下这个炉头 有多少个开关在这边啊 这边后面呢还有一个叫准备室吧 也是中厨 里面有放一个小冰箱 然后这个门呢是可以关起来的 在这边做中餐 旁边呢还有一个橱柜 那出来呢就是餐厅 餐厅呢连接着的是外面的拉门室 通往外面的院子 那花火山这边大部分的新房占地都不是特别大 除非你有选到premium lot或者是corner lot 那些有大占地的哈 单考一下这边中小型占地的设计 这边是一个阳光房 阳光房呢是可以直接通往客厅的 这是一个楼梯下方的储藏间 一般楼梯下方呢都会有一个储藏间 这边就可以当一个家庭的小型仓库来使用 那这个样板房的设计呢非常的多彩 恰到好处的使用了各种颜色的点睛 让房屋整体感觉更加温馨 那玻璃楼梯的升级呢 会让整体空间看起来更加的现代 而且视野呢更加具有穿透力 先来参观一下主卧 让我们比比看这边三个户型哪边的主卧 设设计的更加的舒适 这边是衣帽间 衣帽间的尺寸很大 里面还有延伸的空间 这边是男女主人的洗手池 中间呢有一个化妆台 这边是欧式的浴缸加淋浴房 淋浴房呢非常大 这边是没有门了直接进来 然后是镀金的预域开关 看起来非常的高档次非常的说华 这边是洗手间 那这边主卧出来呢 转左便是二楼的次卧 二楼一共有两间次卧 首先转进来第一个房间是她的洗衣房 有一个足够宽敞的台面 这边有柜子 洗衣机是这样摆的 然后退出来呢就是第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也是带有卫浴的 而且是整位 然后是带有衣帽间的 这边呢是另外一间洗手间 也是一个整位 同样是使用镀金的龙头设施 这间房呢更加明亮一些 带有一个小阳台 布置得非常的粉嫩 那这一间洗手间设置在房屋外面的原因是 二楼的客厅也可以同时使用 非常可爱的公主房 非常可爱的公主房 那么这一边呢它的物业费是289块 学区是999 那么地税呢大概是1.3到1.4左右 社区环境呢是非常的好的 那么现在呢是有限房和quick moving 45天内可以搬入的房子的房源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感兴趣的话尽快联系我啦 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请关注一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我是Mina 拜拜 拜拜